有太多人都是活在 标签里面 我应该今天不敢跟大家就是 素颜太软 交给你发费了 那是纯年老皮 没从只是要说YouTube 或者30年后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哈喽大家早安 已经是午下午了 然后其实我星期六也是有做工作半天 然后现在我想去做我的眼睫毛 然后顺便想做一下我的 是第一次做LiveLong 然后是林先生没有在的 所以有点尴尬 嗯 这个样子 好像是去做整容 我今天要做的是Classic的 然后 嗯 会做稍微比较 Dore Eyes 就是比较娃娃型 让眼睛看起来比较圆 因为我的眼睛是比较长型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吧 站起来 看出你的眼睛 垂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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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 很多眼睛看起来 然后你先搅一下 然后再用一下 然后再向上 然后再往回倒 不要害怕就直接去倒閉 那是 謝謝你 你很喜歡 你喜歡嗎 對,我喜歡 然后三个就好像比较没压力 这片是第六声音的 是背景音乐 不灵活的脚 我是兔子 哈喽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天早上 我其实已经换上要出门的衣服 然后现在是素颜 就是要打扮一下 因为今天我想要去 弄一下我的头发 因为如果你们有看我的Instagram 其实我照片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 就是很杂乱的头发 不够整齐 然后头发也是属于那种 你看得出已经变成布丁头了 然后距离我上一次染头发 其实已经超过半年吧 那一次染其实是在新年前 而且是在家里 林先生帮我染的 那时候还是正是用那种泡泡染发剂 其实那泡泡染发剂 但是我今天应该最开心最满意的就是我的眼睫毛 如果我没有眼睫毛 我应该今天不敢跟大家就是 素颜拍vlog 然后我还去做了我的脚指架 Pedicure 给你们看我的脚指 特别的奇怪 你看这个跟这个 是不是好像顺序有问题啊 而且是两边 对 我从小就给我姐姐讲我是Alien 我的脚跟 真的是成年老 完全是成年老皮 可能现在穿鞋位小一号的那种 那我已经打扮好了 我要出门咯 我现在已经到无节路了 然后我今天也是一个人 然后林先生没有跟过来 本来因为觉得很尴尬 可是你看下我身后超多人的 所以觉得要比较夸张还是什么 夸张是极夸张 就是五颜六色那种 就是你要比较低调的还是比较 呃我想看起来人比较白比较亮 可是又不要太夸张 OK明白 比较mad的 那么可以搭配一点highlight 哦 嗯 这种比较highlight 嗯 就很美了 OK 嗯 交给你发挥咯 哈哈哈 额骨 嗯 就这边好像 不是吗 嗯 所以留长点好了 长点 就是还是要这样比较好 对 那你会觉得 嗯 嗯 好像比较开冷的 对 因为没有人会放弃 不会 不会 之前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嗯 好像变卷石 蛤 好像变卷石 哈哈哈 采访吗 嗯 嗯 你从其实要做YouTube 我其实是两年前 开始做 这个都是很喜欢怪的 这是矛盾的地方 嗯 要比较浪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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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同 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你 你有力量吗 你一定要吗 你一定要吗 他都不喜欢很厉害的吗 因为自己 不喜欢很厉害的人 他都不喜欢很厉害的人 好像假厉害的人 你有时候是喜欢 吃 蛤 就是 蛤 就是钱 蛤 钱这件事情是 是 是 是这样子的 是我们最 价值的东西 比较在意 哇 这个发型 太帅了 这个比较精进 那个 我 我看到他 那个 好像很吸引 我去看他 也是蛮吸引的 2000多耶 哦 这个999 哦 没有了给摔了 你要剪短一点 给他关键 那你刚刚几个小时花的时间就乱飞了 你带到要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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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my感到光 唷 要求爱 带到要求爱 你带到架无关 你带到要求爱 你带到我 从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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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到哪里 可能说 什么时候 做的 你还是在哪里 呃... 零 要购买吗? 能购买吗? 能购买 有什么? 没有 能购买吗? 谢谢 我的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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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来买一点食物 回去给先生吃 要到我了 可以给你的肥带吗? 谢谢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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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我现在回到家里了 我是第一次做这种挑染 就是highlight 然后理髮师其实是想要就是呈现一种比较欧美风的感觉 坦白讲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尝试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通常我都是染比较红 偏红纸的颜色 因为我想要显白 然后我都不敢染那一些比较巧克力色的那种颜色 结果 我真的是很惊讶 就是有一种感觉自己有一点欧美风的感觉 又有一点寒风的感觉我觉得 不知道你们看了觉得怎样 可是这个圈呢是暂时的 我应该不会那么快洗头发 大家聊一个东西就是我想到前阵子 前几天而已啦 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有聊起这件事情 就是他有问我 会不会有去想过自己可能 在可能20年或者30年后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有让我去思考了一下 就是 其实我觉得 我希望我自己可能 就算有孩子 有小孩 然后可能过了半百 我希望我自己还是可以做自己的 也就是说我不希望自己贴了自己很多标签 比如说我结婚了 我就应该要有结婚的样子 或者是说我 有小孩了我就应该要有一个长得像妈妈的样 对可能在孩子面前要有妈妈的样 可是我觉得可能穿着方面 还是 你知道就是给人家的感觉 我还是要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这是我自己我有照顾好自己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我今天去弄了这个头发 然后昨天我去做了睫毛 然后小小的花了小小的钱去投资一下自己 是合理的 只要是合理消费 我觉得还是会让你的生活品质提高 我们还是偶尔要活在当下嘛 对不对 要不然人家都会觉得 我就是讲人家的理财就是存钱 可是生活还是要过 所以今天我是要跟大家讲 有太多人都是活在标签里面 人生中很多时候贴标签给你的 可能你会觉得是社会贴了很多标签给你 就是说可能我是妈妈 然后我生了三个小孩 所以我应该就要 我就应该长成这样 或者说可能我 我老了 所以我就 我就应该要有老的样子 老的穿着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前的想法 现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好啦这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啰 拜拜